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姚奶奶已经80岁了 但是她玩的一首好吉他 而且弹的还是摇滚乐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她是在6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吉他的 谁说您过花甲 手指就会僵硬 弹不了乐器 谁说升格为奶奶就不可以享受摇滚乐 和奶奶从音乐当中找到了对于生命的热情和活力 而且还感染了周边的人 弹着电吉他 享受音乐的美好 演奏的乐趣 这些何奶奶弹奏电吉他的视频 当年是由孙子上载到YouTube 这令何奶奶迅速爆红 后来不但设立了个人网站 还发行了音乐光碟 现在虽然已经80岁了 但何奶奶还是过着非常活跃的生活 每个星期她会邀请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到家里来玩音乐 我从小非常喜欢音乐 但是我的母亲不赞成 她希望我能认真读书 而且她认为玩吉他是男孩子做的事 为家庭忙忙碌碌 六十岁之后 终于有充裕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何奶奶虽然学吉他学得晚 但却非常努力 开始我买了第一支acoustic guitar和乐谱 自指学 自弹 自掌 后来才有老师教我点吉他 每天大概两三个钟头练习 何奶奶说 自己特爱吉他生 平时喜欢玩拉丁摇滚和蓝调音乐 而墨西哥裔美国吉他大师Carlos Santana 是他最崇拜的音乐家之一 何奶奶受访时就兴致勃勃地说 偶像上一次在本地演出时 听到有关他的故事之后 还在演唱会上特别提及 令他深感意外也格外欢喜 从音乐中找到无比欢乐 何奶奶说 音乐也给了他心灵的慰藉 感觉他让我可以沉醉在音乐的同时 得到心灵的快乐 但是我最好的朋友 有了他我不会寂寞 他给了我一辈子的鱼了 借着音乐 他和孙子之间的关系也加深了 我弹吉他的时候 孙子看到也想学 打鼓 小地琴 钢琴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会在一起玩音乐 想象我们是巨星非常开心 何奶奶的家人就非常鼓励他 不断去做一些新的尝试 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积极面对生活 老人家的身心才可以保持健康 那何奶奶周围的朋友 也被他的生活态度所启发 当中就包括跟他一起玩音乐的伙伴们 张国庆 叶志明和宏伟德 大约是在三年前开始来到何奶奶的家玩音乐 我认识因为我们的大哥他介绍Mary给我们 我们也是一起巨星一起玩 朋友是问我 你认识Grandma Mary 她很聪明的 她的其他很厉害 虽然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只有40岁 与何奶奶的年龄相差一大截 但他们表示 因为秩序相同 所以团队相处融洽 而且很有默契 四人一般每星期一天会相约一起玩音乐 有时还会参加慈善表演 秀一秀苦艳之后的成果 国庆 志明和韦德就表示 被何奶奶对音乐的热忱感动 对于能同何奶奶一起组团玩音乐 感到十分骄傲 已经将她视为学习的榜样 她80岁了 还可以继续学音乐 我看我是要很像她一样 以后可以继续玩到老 是一样的 对啊 就是玩到老 学到老 对啊 何奶奶靠着勤奋和毅力 克服障碍 即使年纪大了 但还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让生活过得多姿多彩 好了 今天的晨光第一线 就播放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题材 要提供给我们 或者对节目有什么意见 可以电容我们 让我们知道 也欢迎浏览 8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和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是知音 祝你周末过得非常精彩 也非常愉快 我们星期一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